已经迈入第八届的 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 为让国内外的游客都能够欣赏 将近有13国好手的 这个创作精彩作品 主办单位特地将今年的活动 展期延到7月12号为止 欢迎民众到时候都能够 结伴好友前往参观 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 堂堂迈入第八届 为了让国内外游客 惬意领略沙雕师的细致作品 主办单位特别将 2015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 展期延长到7月12号 展现13国27位沙雕好手的精彩创作 2015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 今年从5月2号开始到7月12号 那今年的主题是玩具联合国 那我们集合了13国27位 国际的沙雕师 共同来打造66件的 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以玩具为主题 跟这个我们国际沙雕赛事 以和平为主题来做这样的一个呈现 那里面有相当多的这个 可以看到很多儿子回忆的一些雕刻 比如说布袋系啦 打陀螺啦 或者是机器人啦等等 那这个展期期间 欢迎各位游客一起到芙蓉 来穿赏我们2015的芙蓉国际沙雕 玩具联合国是今年的沙雕主题 玩具可以说是世界共同的语言 玩具能够让人类认识过去世界 立足现实世界 建构新世界 让不同年代国家的历史 流行不冲突 和谐的在同一时空里完美共存 联合国则代表作品的多元性 沙雕师的多国性 更是和平的象征 因此2015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 正是一座可以将玩具的 欢乐和平性质 透过芙蓉沙雕 这个共同时空 去为在线的玩具联合国 芙蓉地区因为停车位有限 那我们在这边 靠火车站又非常的近 所以我们也呼吁这个游客 来到芙蓉 多多搭乘我们的火车 那从火车站出来 步行五分钟 就可以到达沙雕的会场 那也呼吁游客这边 可以尽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减少这个塞车的一个困扰 主办单位建议游客 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可以搭乘台铁 各级列车到佛龙火车站 步行约五分钟 就可以抵达活动现场 或自行开车 前往主办单位规划的 五个接驳点 搭乘付费接驳车 前往现场 永迦乐记者 新北市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